近日,孙莉在社交平台晒初与邓超一起带着等等喝小花挖红薯的照片,并配文我们一起挖的红薯,挖出的红薯够我们早吃晚吃,可以吃上一个月了还有的多,一家四口的亲子时光十分温馨。 照片中,孙莉头戴棒球帽,脚踩着铁仙蝉土,干了活有模有样,邓超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蹲地上挖红薯,等等和妹妹干劲十足,一家人都在享受着自己挖红薯的乐趣,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 不知不觉,邓超与孙莉已经结婚十年了,但十年来两人感情依然如此甜蜜,一直都是娱乐圈公认的模范夫妻,日常互动也是满满的够粮。 其实邓超和孙莉最让人羡慕的一点就是他们能够兼顾家庭和事业,他们很在意对孩子们的教育,只要有时间他们就会带孩子出去体检生活,让孩子们去感受自己动手的快乐。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,孙莉邓超以身作则教育孩子们,给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。 有这样优秀的父母言传身教,相信两孩子都会越来越优秀,希望邓超和孙莉都可以一直幸福下去,也祝他们各自的事业能一直红红火火。